我老實說,陳妮娜議員提那個意見說 那是 檢定,你們懂英語的 這樣增加家長的負擔了嗎? 會讓弱勢的人越弱勢了嗎? 我坦白告訴你,以我的看法我認為會啦 你越多的考試 家境越不好的人 越沒有人際關係 沒有財力,也沒有人際關係去影響老師打分數 以前我們可能是花錢去 你跟補習安老師拜託 讓我們的孩子可以考慮考得好 現在直接拿錢給誰 拿錢給學校的校長 拿錢給學老師 去做那些人際關係 因為我們所變成是學校老師打的 弱勢的人越弱勢 客觀的事實 局長講的其實你是配合中央的理念 大方向那個是對的 陳妮娜議員講的 他是議員很多家長或專業團體跟他陳情 他講的是一個很實際碰到的問題 就是 我的孩子 我希望 旺子成榮 旺女成榮 你又榮譽感也好 我希望他去讀雙中雙女 你這個制度給我改變 弱勢的人 以前只要透過比試 不論你的家庭是怎樣 大家 起跑點是公平的 你把它弄作七項 譬如說什麼檢定 或是服務 這其實都可以透過家長 去影響學校老師打分數 所以 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坦白說 這個再討論一個禮拜 也討論不完 而且每一個人要的 也不一樣 我們現在在講這個預算的問題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有關係 這個為什麼陳妮娜議員那麼認真 在挑戰道理的武神 不要讓你過你講這個議題 你知道嗎 我 因為 我跟議長做報告 這個什麼時候要實施 這明年就要實施了 明 這三月份就要先做公告 然後 明年就要實施了 所以 議會 站在為民活捨 的立場 你如果有成功你過 你這個行政單位 你要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我的建議也都沒有落後 家長給我陳情也都沒有落後 所以 我真的跟議會做一個建議 預算 先讓你過 但是議會做一個附帶決議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高雄區 入學方式 沒有經過高雄市議會同意 不得公告 你先辦幾場說明會 在議會這裡 關心的議員可以來以外 也廣邀什麼呢 廣邀老師 學校校長 然後家長團體 專業團體 一起來我們這裡辦公聽會 說明會 然後多辦幾場沒關係 因為 這堅持住 高雄市 那些年多家長 我跟議長做一個報告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不是出在小孩子 沒有學校念 問題是出在考試的公平性 會受到質疑 高雄市 要去念書的學生 有三萬兩千人 那高中職 招生 公立加私立多少 你知道嗎 四萬人 其實名額很多 但是學生才三萬兩千人 所以現在爭執的是什麼 爭執的是 你要怎麼去分配 讓大家可以去討 他要去討 這個變成是一個重點